男子將機車停在路邊 等路人經過 竟然就搶奪對方包包揚長離去 搶案發生在台北市市林 被害人報案表示 包包裡有2700元現金 和私人物品通通被搶走 原警立刻調閱監視器 鎖定嫌犯特徵及機車車號 發現機車開往陽明山區 隨即發動攔截圍捕 但來聽一段警方說法 何信嫌犯得手後 只拿走現金 就把皮包丟在路邊 查跡過程中 嫌犯試圖迴轉 躲避警方 最後還是遭攔下 他到案後 公稱是因為缺錢花用 才會心生歹念下手刑切 不過警方還是以搶奪罪 將他移送偵辦